哈喽,大家好,今天是8月12号,焦阳8月天,秋收笔蜜天 那么我想今天和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会说笔蜜天 我们有一个系列节目,每个月我们都会对庭院种植的各种水果、蔬菜进行评论一番 大家可以有些参照,然后可以发现问题,分享种植的体会和经验 好了,赶快看一下吧 那么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葡萄柚子 那么我们这个葡萄柚子长的个头今年特别的大 说明它的根部已经相当的发达 虽然个头不高,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size确实是令人欣喜万分 因为它的size比我手长还要大,所以看出来这个非常的健康,长得非常好 那么这个树呢,实际上它才有五年的年龄,但是呢,它已经接的满头都是大大的,抗很多很多的 说明这个我们种植的还是有方的,你可以看到它大概接了有三十十个,这么比我手还大的这样的葡萄柚子 那么当然我最喜欢葡萄柚子,它有略带一点苦涩,但是呢,非常的甜,非常好 据说对男人特别有好处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攀石榴,那么攀石榴花呢,它很像石榴花 所以说大家叫它攀石榴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了 那么攀石榴呢,它是非常好,非常整贵的一个水果树 那么这种水果树呢,它比较的是热带的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靠近海边,然后呢,应该说是最包的烂,不能再往北了 如果再往北的话,那就它就不能生长了 那么我们这个攀石榴呢,是white guava,也就是白色的guava 那么它的这个叶子呢,据说有抗癌的作用 那么我们在Amazon上面,你可以有人在卖它的论叶 那么论叶的泡茶,具有抗癌的作用 就是它的抗氧化能力特别强,可以医治身体当中的自由基的产生 从而达到抗癌的作用,非常好,非常健康 当然它的果实也是非常好的,非常健康的一种水果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辣椒,那么我们种了好几种辣椒 那么我们有关辣椒的也有好几个视频 那么这个辣椒呢,我们这一个辣椒呢,是运年的老辣椒 那么老辣椒显然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接了很多的辣椒 那么这个辣椒呢,是中度辣的情况 那么一般的家庭呢,你大概就也就种它两三颗辣椒就足够了 那么我们这个已经接了几十个,所以非常好 那么相比较而言呢,那么这一颗呢,就是我们今年才种的新的辣椒 你可以看出它接得很瘦瘦巴巴的,长得也没有接,没接几颗 那好了,我们没有指望它今年接很多 那么我们希望能到明年,留到明年 它一旦那个根部比较发达了以后 明年会接很多很多的辣椒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地瓜叶 那么我们去年呢,有一颗地瓜埋在土里面 我们不小心,结果它今年就开了很多的这个秧子 长出来很多的芽 然后我们把它移到这个地方了 哎呀,这么多那个地瓜叶子,我们没有嘴吃啊 那么我们明天开始吧 那么今年呢,我们种了大概有二十几颗南瓜 那么你看这一颗南瓜接了这么多 一不小心翻开叶子,就是一个大南瓜 在底下到处像地雷一样摆得到处是 当然这个南瓜呢,是黄颜色的 那么我们还有绿颜色的,还有黄尖绿的这种颜色的各种的这个南瓜 主要是吃南瓜的时候呢,我看着哎呀,这个味道这么好 就把种子留下来,然后撒到地里,第二年就接触这么多南瓜 好了 我们有一个视频呢,我们有一个视频呢,就是说我们吃洋葱的时候,我们把底下的百分之二十的这么一小一小片 然后我们就削下来,然后发芽,叫做生根发芽,然后我们摘在地下 然后我们有一个视频,谈到这个怎么种洋葱的,那么一颗小洋葱,一片小洋葱换一颗大洋葱的这个视频 那么这个视频呢,非常受欢迎,那么这个视频呢,那么我们种下的那个洋葱,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底部已经很大了,像个苹果一样,大概再过一个月就应该成熟,可以收获了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这些Mandarin,橘子,橘子树 那么橘子树,那么这棵橘子树是比较小一点 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些橘子现在都已经成型了 那下一部分呢,它就应该是开始改变颜色,然后出现就是成熟 那么大概在有一个月就应该可以吃我们这些橘子了 那么石榴是我最喜欢的,它不仅漂亮美观 而且呢,就是它接的都个头很大 然后我们可以吃很长时间,因为它在树上可以待很长时间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连续地吃两三个月,我们都有16支 然后我们真不行的话,我们还可以把16支掏出来,然后冻下来,然后保存下去 哈哈,现在我们应该是大家最喜欢看到的就是我们这棵棗树 你可以看到这些棗一个个的都像鸡蛋一样长得这么大 然后都落得这么一支,好像全是棗一样 追击起来像一座山一样,非常的漂亮,壮观 那么很快我们就可以吃了,那么现在实际上有些已经在红了 零零星星的有个别的已经在红了 那么我们可以已经开始吃了,非常的甜 而且它的棗,非常的,那个棗壶,有的是很多都没有棗壶 那么有的呢,就也很小很小,非常好,非常甜 那么很多朋友问我这个棗树在哪买 那么实际上你们在到苗圃里面去买 如果要是这个苗圃没有的话,你可以订购 让他们去帮助你找到这些大红枣,那非常好 我们这个大红枣是在,好像是中国的大红枣 是我们这个当地卖的,非常好 再一个,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五花果 终于现在大批量出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看 基本上这一小块,就有好多好多的这些五花果 那么我们把它一颗一颗的摘下来,是个功夫活 我们摘五花果的收获,主要是就是这样一拧 把它拧下来就行了,我们不要拉下来 因为拉的话就可以让它的皮受伤 那么我会在这个视频的最后 我们可以秀给大家,这一次收获我能收获到多少五花果 我先卖个棺子,然后you will be surprised for sure 你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我的这一棵最大的一棵橘子树 那么中文当中讲橘子和柚子 那么实际上我不知道这个具体的区别是什么 应该叫柚子吧 就是说我们可以切着一颜一颜吃的那种橘子 这个棵树非常大,那么结了大概几百棵橘子 那么我们可以吃几个月吧,应该是没问题的 你看现在有这么大了 那么下一步就应该是改变颜色的 这么一个生长的过程 那么在我的橘子树旁边还有一棵葡萄柚子 那么这颗葡萄柚子也结的挺好 你看都长得非常大 不过这颗是矮颗的 那么你可以看到它趴趴都趴在地,趴在下面 然后好像滴了八卦的压得好像很难受一样 因为看的太多了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这四棵 Lemon树 那么一棵就是我们讲的柠檬树 那么还有中间的一棵是一棵叫做Green Lime 叫做Lime 是绿色的 它不会变黄的 那非常香 非常香甜 那么另外埃子的一棵呢 是叫Mayer 就是另外一种品种 那么我们一共有三种柠檬 其中两棵是Mayer品种 非常好 它可以就像橘子一样吃 掰得一牙一牙的这样生吃 那么我们现在几乎是我们每天都要吃一颗 每人都吃一颗这个柠檬 那么这个生吃这个柠檬非常好 那么它有很多的这些维生素C和这个抗败血栓的这种东西 那非常对特别是在这个这个病毒肆虐的时候 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非常珍贵的 我最喜欢柠檬树 那么它不但美观就是可以一片都是绿色迹长青 而且它的开花的季节呢是不同的时间都在开 然后而且它的这个水果呢特别的多 那么Lemon也特别多 我们吃的也比较多 因为每人的一颗的话都要很多了 那么我们还给我们的邻居啊朋友啊 然后还有我们的亲戚啊 我们都和大家分享这些柠檬非常好 非常健康的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视频 那么怎么讲这个柠檬树 这个柠檬到底有什么好处 那么我们专门有一个视频 那么大家可以在我们频道里面发现 那么我们谈论这个柠檬的这个作用非常好 那么我会把这个视频的连结呢放在这个留言处 让大家去看这个柠檬的好处有多好 当当当当当当当 现在应该是王者归来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这个后院里面的大王就是牛油果树 我们有四颗大美女牛油果非常好 你看接了多少牛油果呀 几百个这种牛油果 所以非常好 你看它的腰都压弯了压的弯弯的 我一会儿不要把它撑起来 非常的好看 我们一共有四颗 有两种不同的品种四颗 非常漂亮 一年四季都是绿绿的 而且它的这个接的果实 都在这样挂在上面 非常的骄傲 非常好看 那么最常见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大家用牛油果的这个盒 然后发出来的这个树 可以不可以接果 那么我专门有这个方面的视频 有几个牛油果的视频 那么大家也可以去寻找 那么这个牛油果呢 是特别好 特别经济的 有价值的这种植物 这种树 我希望大家如果有条件 最好是种 如果没有条件 种了以后当花看 也非常的漂亮 因为它的叶子大大的 给人一种热带雨淋的一种感觉 非常漂亮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另外一颗也是挂的满满的 非常漂亮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我的一个灯笼辣椒 这个你看它的辣椒就像灯笼一样 灯笼一样 非常漂亮 然后接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灯笼 所以是这个辣椒呢 这个是湿度辣 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这个汁水 然后肉也非常的厚盾 所以肉炒辣椒的话 就是非常好吃 非常好品 这个辣椒呢 它不是转基因的 我们不种转基因的东西 那么它就是这一种品种 那么现在看到的就是番茄了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番茄的视频 那么我们一会儿要摘 把这些番茄摘下来 那么我也卖个关子 那么放在最后 视频的最后 然后让大家surprise的 好了最后看到的 就是我们这两颗Mandarin 这两颗Mandarin 就是我们所说的橘子 就是剥了皮以后 然后一牙一牙吃的橘子 那么这个就是正常的橘子 那么有两颗比较大一些 那么这两颗呢 大概接了也有几百个吧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它现在像像个鸭 不到鸡蛋那么大一样 就是接了很多很多 那么过一段 再过一段时间 它会长得很大 也很漂亮 因为这个橘子树呢 它就是四季长青 而且它挂在树上面 就是一种金黄色的 所以看上去以后像果实累累 所以给你一种很满足的一种感觉 所以大家 我建议大家 如果有可能也种一下Mandarin 或者是橘子 非常漂亮美观 而且又经济实惠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黄瓜呀 豆角呀 韭菜呀 冬瓜呀 毛芋头呀 还有好多这方面的视频 到下一个月 它们大多都长得比较好了 在下一个月的这个种植 回顾的在那个视频当中 我将详细的介绍 这方面的一些生长的情况 好啦 现在是揭谜的时刻到了 你知道 这就是我们摘了这么多的五花果 我这一次收获的 那么多少公斤呢 多少磅呢 15磅 我们可以看到15磅 五花果 那么收获了多少西红柿 番茄呢 哇 黄瓜 太多了 非常的漂亮 那么辣椒我们不是呢 不收获 因为什么呢 它在上面挂着 什么时候吃 什么时候拿下来 这么多番茄 特别的美 特别漂亮 所以这个视频的这个题目叫做 焦阳八月天 秋收笔蜜甜 我确实感到笔蜜甜 因为我们吃蜂蜜 我们只是感到味觉上面的甜蜜 但是我们收获这么多胜利的果实 我们辛勤劳动的果实 我们还有一种幸福感在这里面 所以比蜜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欢迎大家订阅 并转发给更多的人 那么你的小小的一点帮忙 就可能帮助我们去做更多更好的视频 欢迎大家浏览本频道 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